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我们这辈子非常享福 那么就是上一辈子种了好因 是不是这辈子非常倒霉 就是上辈子造了恶业呢 佛教的因果观念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请教圣言法师 法师 我们知道佛法里面 也有提到所谓的三世因果 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佛教到底怎么样看因果的 三世因果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三世不是那么单纯的三世 有过去三世 有现在三世 有未来三世 还有呢 这个三世的时间可以长可以短了 长到无限的 永远的过去 无限的未来 那都叫做三世 那么现在呢 短到前一秒钟 后一秒钟 现在一秒钟 这也是三世 三世就是时间的一个阶段 我们这个一种物体 在时间上的移动 在空间上的移动 一定是在时间上 有它的连贯 那就是前一点 现在一点 未来一点 那就是变成三世 所以我们物体上的运作 它有前因有后果 那我们在一个众生的 这个生命的过程之中 也一定是有前因与后果 那我们讲三世的 为什么要讲三世 因果本来只有两点 为什么要讲三世 就是说 前面的种的因 现在呢 移果 那么现在移果的同时 又在种因 这个因果同时的 现在移果的时候 同时也种下了因 这个收成的时候 同时又拨下了种了 那么这个就一定是 等到未来要收成的 所以现在一定是 这一点跟连接着 过去和未来的两点 所以讲三世 所以我们这一生的 所作所受 所作的 我们要负责任的 那我们就是要 对未来负责 未来的时间 就是明天是未来 这个马上下一秒钟 也是未来 那到我们这个 二十年以后也是未来 可是我们这一生时间很短 那如果这一生 没有做完的事 好像没有得到结果的 我们这个下一生再来 正好像今天 我们要想做的工作 我们的计划是 做要很长远的 要长成的 远程的计划的 但是我们现在 这一点基础 就是打下了远程计划的 这未来几十年的 因此一年一年的 你继续做下去 今年做不完的 明年再做 明年做完的 后年再做 所以这个就是因 现在的因 一定是跟明天的 后天的 一直未来 永远的 都有连续下去 它的因的存在 那么我们现在的 记得果 也是从过去 很早很早以前的因 一次一次地收到果 收到果了以后 又变成因 果了以后又变成因 所以因 你一定加果 果里边加上因 所以每次都变了 就是这变 量也变 量变的同时 字也变 这个是因果的一个过程 那么很多的人 因为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这一生 以前是什么 也没有办法看到 我们这一生 以后是什么 所以只能够看到 短短的几十年 现在的生命阶段里头 发生的事 所以因果 好像不平衡 因果 好像是讲不通 但是如果通过了 我们前一生 到未来生 生出于前一生的 前一生的无量生 所以是这个因果的一个关系 我们叫做因果不可思议 不一定是说 你种了什么样的因 一定的什么果 它会变 你种了因 以后 你加上另外的一个因进去 它的果就变掉了 像我们现在台湾 好多的水果 像芒果也会变 羊桃也变 这个芭拉也变 这个离子也变了 为什么变呢 它是加了另外的因素进去 所以它自然而然 它的既的果 跟它的原来的因 不大一样 那很多人呢 他因为这一辈子 好像他觉得 好像过得很不如意 很多的挫折 或者非常的痛苦 他想知道 是不是他前世 造了什么因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看前世 那么说 你前世啊 你是一个和尚 或者是有人说 哎呀你前世是个日本人 所以他后来 他最近交了一个 日本男朋友 还说哎呀真是巧合 那到底前世是 可不可以看的 这种因果到底是 是可不可以推论的 前世不能说 不能看 有的自己呢 生起来就能够教到前世的 有的呢 修行可以啊 看到自己的前世的 有的呢 借账啊 其他人的力量啊 可以帮一点忙 可以看到前世的 有的人呢 他能替人家看前世 当然也看到自己的前世的 像这种情形呢 是有的 不是没有 但是看到了 是不是准了 不准 值不值得去看 不准 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世 我们能够看的前世 是太有限了 就是说在前世 今生这本书里 都看到八十多次 他再往上 他好像没再看了 是不是说 能够再推上去 很久很久以前的呢 所以是 就像心理分析一样的 心理分析 往往分析一个人的心理 从这个小的时候开始 产生了心理上 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给他分析分析 其实有的人呢 老早忘掉 有的一些问题啊 是错重复杂 不是那么单纯的 一条线直线下来的 这要出现一个 另外的因素啊 就是它复杂化 复杂化以后 就理不清了 既然理不清的东西 你看呢 不会一定正确 能够看到一点的影子 但是不一定是可靠 不一定正确 那有一句话说 说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这句话怎么解释 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菩萨也就是说 他已经懂得这个因和果的关系 是没有办法逃背的 所以一去要改变恶因 不成为恶果 那为什么不先呢 不要造恶因呢 所以未因的意思 就是害怕造了因之后啊 会得到果报 那么这个众生呢 凡夫呢 为什么怕果呢 他这个造恶因的之后 那没有想到 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啊 可是当他受恶报的时候 他是痛苦 他就害怕 他就畏惧 他要逃避 因此呢 就讲 众生呢 只看到果 这样的观念 我们要怎么样地 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呢 要让我们生活里边用的时候 随时 我们也想到 今天我做的是 对人有益 还是对人有坏 对人有益的 那就是善因了 对人无益的 或者是有害的 那就是 这个不应该做啊 那迟迟提起因果的观念来讲的话 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边 一定啊 会照顾自己的啊 行为 我们身口意行为 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心理的行为 都会啊 能够学习着 像修菩萨道 行菩萨行 那样就去做了 是 非常谢谢师父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